第一百章,重伤,我连忙爬起身来,但是这老头的速度奇快,跟来不及反应,整个人肚子便是被踢了一脚,我感觉我的肠子似乎被全部挤在了一起,痛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感觉到那死老头又朝着我掠来,他娘的,再这样继续下去,我迟早是要隔屁的啊,对,你个妖道,吃胖也我一见,好在我突然听到了原胖子那货的声音。 虽然出场的台词还是那么土,我顿时,心里面也松了一口气,连忙爬起了身来,然而,就在此刻,我却发现在地下室的一角,摆放了许多细小的坛子,主要的是,坛子上面竟然还散发着一阵绿色的微光,而在坛子的中间,不知道放了一个神秘东西,我看到许多坛子上面,一股股绿色的能量正朝着中间那东西流去, 我整个人都是有些疑惑,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连忙强忍着,自己身上传来的剧痛,站起身来。 正准备过去查探究竟的时候,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大股阴煞之气,直接朝着我的面门袭来。 我手中的黑铁棍子,直接朝着面前的黑气击打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传出。 面前的黑气,也是瞬间被击得溃散而开,我再次朝前走了几步,不过不等我仔细看,一声冰冷的爆喝便是传来。 小杂碎,给我滚开。 随着这一声爆喝传来,我感觉身后传来一阵冰凉的气息,我心中大害,陡然转身的瞬间,体内所有的倒气,尽数运转。 倒是那如同一条巨蟒一般的阴煞之气,直接撞击在了我的身上,我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我感觉喉咙出一甜,一大口鲜血便是直接自我口中喷出,鲜血建设到面前的阴煞之气上,顿时,一阵青烟冒疼了起来。 随后,那些阴煞之气竟然直接在空中消失了,就好像是被蒸发了一样。 不过,这会儿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去关心了。 一声闷响传来,我骤然倒吸了一口凉气。 浑身动弹不得,对面的老头儿更是再次朝着我掠来。 他娘的,这死老头儿是准备对我赶尽杀绝来的。 好在圆胖子和圆圆的身形同时出现,直接将那死老头儿给死死地拦住了。 而这时候,我正好落在了那些小坛子的旁边,我也清楚地看到。 那些小坛子的上面,赫然就是写着一个个人的名字,甚至生成八字。 我不断地看着这些小坛子,不下好几十个。 然而,我竟然是在其中一个小坛子上面,看到了刘叔的名字。 而写着刘叔的那个坛子,似乎被排到了后面。 前面许多坛子的颜色是暗淡的,只有一些还冒着绿光。 但是这些绿光都是在不断地顺着一根树藤,朝着中间那个奇怪的盒子流了过去。 马上就要轮到刘叔的那个坛子了。 我整个人猛然之间醒悟了过来,这就是那些被借来的阳兽。 每一个坛子代表的是一个人,而坛子里面装着的就是他们的阳兽。 只是我不知道中间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阳兽来灌注。 我动了动身子,发现自己身上似乎有什么地方骨折了,根本就没办法动它了。 我只好对着圆胖子和圆圆大声提醒。 这老头从一开始就在拖延时间,或许当最后一个坛子里面的阳兽都流进了中间那个古怪的盒子。 这老头的计划也就成功了。 随着我出声提醒,圆胖子和圆圆都是一愣。 而我更是明显地从那老头的面色之上看到了浓浓的愤怒和怨毒。 似乎是在责怪我,坏了他的好事一般。 经过我的提醒,我明显地看到圆胖子和圆圆两个人的面色都是瞬间变得极其的凝重。 我看到圆圆的手中再度出现了一张银色的符传。 而圆胖子的手中也拿着他们圆家祖传的那个阴阳八卦镜。 圆圆的口中大喝出声。 天雷神,地雷神,五百蛮雷锦随身,太上老君行斥令,下界护法度众生。 若有一个不遵令,压在奎缸不翻身。 奉请太上李老君金光一照化灰尘,轰轰五雷绕宝殿道法,无量镇乾坤。 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赤。 随着圆圆口中的口诀音落下,陡然,这地下室之中竟然是陡然有着一丝银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却是一道拇指粗细的雷电,自圆圆手中的符传里面钻了出来,直接朝着对面的死老头抱窜了过去。 雷电的速度,何其之快,那老头本来就同时面对圆圆和圆胖子,一时之间根本就没来得及躲避。 而那拇指粗细的雷电也是直接披露在了那老头的身上。 那该老头身上凝聚的许多阴煞之气陡然之间便是被这雷电之力击溃,要知道雷电之力乃是阴邪之物的克星。 甚至比火焰更为恐怖。 与此同时,圆胖子手中的阴阳八卦镜也是突然绽放出了一道激光,直接朝着对面的老头照射了过去。 那老头这会儿正在承受雷电的煎熬,根本来不及躲开。 那金光照射了过去,直接击打在了老头的胸膛之上。 顿时,老头胸膛上的衣服瞬间化为灰烬,同时,整个人一口鲜血狂吐了出来。 随后,这死老头直接栽倒在了地上,但是他瞬间从地上爬了起来,面色极其阴冷可怕,那双森然的双面死死地盯着我们。 我一边准备起身的同时,又让圆胖子先将这不知名的东西给毁掉。 我话音刚刚落下,顿时那老头的声音也是传来。 混账,今日本道不甘等计较,他日我师尊降临之日,便是而等命运之时。 话音落下,这家伙再度自原地消失,我实在想不通,这家伙的速度怎么可以这么快? 再度出现的时候,这老头竟然是已经出现在了那些坛子的中间,圆胖子和圆圆面色大变,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而那老头直接抓起了中间的那个奇怪盒子,手中的人骨武器便是对着那些坛子挥去。 我心中骇然,这家伙想要逃就算了,竟然想将剩下的那些坛子给毁了。 这会儿,圆胖子和圆圆显然是已经来不及了。 而一大股黑气也是瞬间自那怪老头手中的人骨上冒出,朝着那些坛子窜了过去,腰势被击中,那些坛子肯定是没一个好的。 其余的我管不了,或许是因为人的私心。 我此刻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直接朝着那个写着刘叔名字的坛子扑了过去。 而我整个人也是不顾一切地扑在了刘叔的那个坛子上面。 顿时间,我感觉我的后背有着一股冰凉至极的气流,直接窜进了我的体内。 随后,我整个人便是失去了知觉,昏死了过去。 不过我能够感觉到,在最后的一刻,我护下了那个写着刘叔名字的坛子。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刘叔家的床上,睁开眼睛的瞬间,我想要坐起来,但是却发现怎么也没办法动它。 稍微一动,全身上下就会传来一股钻心一般的疼痛,撕心裂肺一样的感觉。 这时候,我身边也是传来了轻柔的声音。 你先别动,原道长说你暂时还不能动,我去叫他们。 我转头看去,发现坐在我身边的是刘婷婷,刘婷婷的两个眼圈通红,似乎刚刚哭过。 我连忙拉住刘婷婷,问她,我昏迷多久了。 刘婷婷说好几个小时了,是原胖子将我背回来的,然后原胖子说我不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先去刘叔那忙过之后,再回来我这边。 文言,我心中也是放松了许多,看来刘叔是没事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第101章,备战鬼道人。 我松了一口气,却是看到旁边的刘婷婷开始抽气了起来。 我连忙问她怎么了? 她哭着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我看着刘婷婷那哭得通红的双眼,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当时情况紧急,根本就轮不着我想气她。 再说了,刘叔现在得救了,就是最好的结果。 刚刚说完,刘婷婷便是哭得更厉害了。 断断续续地说道,可是,可是你这样会不会残废啊? 文言,顿时间我感觉额头上飘过一只乌鸦。 刘婷笑了笑,说应该不会吧,没那么严重。 然而,刘婷婷却说,原胖子背着我回来的时候,我身上软啪啪的,就感觉像是没了骨头一样的感觉,把她给吓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倒是刘婷婷这么一说,我心里面都是有些忐忑了起来,不会真的残废吧? 你大爷的,那可不行啊,我还没娶媳妇呢?就在我心中念头刚过的时候,刘婷婷突然站了起来,跟我说,你别怕,要是你残废了,这辈子我来照顾你。 我冷冷地看着刘婷婷,本来场面就够尴尬的,这一说,就更贪娘地尴尬了,我摸了摸鼻子,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接话。 这时候的刘婷婷也是连连罢手,让我别误会,她的意思就是,我是因为就刘叔才这样的,她也有责任。 我也是尴尬地笑了笑,说没事,应该没那么严重。 因为这回我感觉到了,体内有种一股奇怪的气流,不断地在我身上乱窜。 但是随着这股气流,不断地在我身体内到处乱窜,我感觉身上的痛感,竟然是在一点点的消退。 这是体内的气,在给我疗伤? 我心中一喜,便是闭上了眼睛。 这时候,刘婷婷问我,是不是累了? 累了就休息,她出去,在门口等着,有什么事情,让我立马叫她。 我感觉她在这挺尴尬的,就没有拒绝。 等刘婷婷出去之后,我便是名神专一,仔细地感受着那股气在我的体内游走,不断地恢复着我身上的伤势。 同时间,我也是在身上一阵摸索,发现黑铁棒子在身上,心中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一边运转土纳之法疗伤的同时,我心中也是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这次,要不是我的实力拖了后腿,或许那死老头也不会得逞。 话说,最后的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只有等一会儿,圆胖子他们来的时候,问一下才知道。 虽然感觉身上的伤势好了许多,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动弹。 不一会儿,我的房间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圆胖子,这家伙面色也有些苍白。 进来之后,圆胖子就问我怎么样。 我笑了笑,说感觉似乎要好些了。 圆胖子眉头一皱,连忙到了我身边。 看了一会儿之后,这家伙惊讶地问我,我伤势恢复得怎么这么快。 我苦笑了一下,说快个毛线,现在都还动不了。 这时候,圆胖子才告诉我,说能动才怪,我背后的脊椎轻微骨折了。 妈的,圆胖子这么一说,直接将我给吓了一跳,脊椎骨折了。 那他娘的,不是真的如刘婷婷所说的那样,我要残废了。 似乎是知道我心中所想。 圆胖子连忙告诉我,说没那么严重,轻微骨折,养几天就好了。 闻言,我整个人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随后,我问圆胖子留书怎么样了。 圆胖子说,远远在忙活。 杨兽找回来了,好在我护得及时。 我又问语那胖子,那老头是不是又跑了? 圆胖子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说那老头手里面的人骨武器太诡异,那家伙要走,拦不住他。 而从圆胖子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丝异样的凝重。 我知道,其中肯定还有些事情。 我便问圆胖子。 圆胖子告诉我,说等我伤好了之后,再继续详谈这件事情。 这事,或许有些棘手。 当晚,刘叔就醒了过来,还到我的房间来看我。 一脸的自责,我让刘叔别这样,这是应该的。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的时间。 这七天的时间里面,圆羽尔和圆胖子每天会轮流着用气给我疗伤,主要就是脊椎骨的那个位置。 七天之后,我终于是能够下床,自己行动了。 而距离刘婷婷高考,似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县城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七天之前,整个县城竟然是极其诡异的,同时有好几十个人死了。 其中不乏一些有钱的老板。 而官方似乎也对此事重视了起来。 但是一个个的试检报告,都是正常死亡。 这就令人无比地不解了。 最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不用说,这事情肯定就是,那老头儿在作怪。 原来这家伙之前卖石油冰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 不得不说,这计划进行得真是天衣无缝。 谁会想到吃割冰榔,还会将自己的羊兽给吃没了。 而且,这家伙暂时逃脱了,又是一个隐藏在暗中的隐患。 这种人必须除掉,和姚伯昆一样。 或者说,比姚伯昆还有更加的可恶。 这死老头儿的手中,不知道有多少条人命。 晚上,圆胖子和圆圆,将我交进了房间。 二人的面色都是显得凝重。 我也知道,他们应该是要跟我说事儿了。 我进去之后,圆圆儿也是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对着我说道。 你应该知道,这次叫你来要商量的是什么事情吧? 我点了点头,心中的确是早有猜测,应该是和刘婷婷的事情有关。 距离刘婷婷满18岁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到时候,鬼道人会亲自降临。 如果这老头儿,真的是鬼道人的弟子。 那么这老头都这么棘手,鬼道人呢? 我们三人肯定是没办法抵挡鬼道人,现在就是必须要想法子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们三人瞬间都是沉默了下来,这个法子可不是那么好想的。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鬼道人和我们在老家遇到的黑袍道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是同一个人,这次没有了神秘黑袍人帮助。 我们要怎么才能抵挡那么强悍的存在? 我心中完全想不到任何的办法。 我看向了原胖子和原语儿,无奈地摇了摇头。 原胖子和原语儿也是一阵沉默。 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适合鬼道人相仿的强者。 这样我们或许才有胜算。 毕竟鬼道人的身边指不定还有没有帮手。 比如之前我们交手的那老头儿,鬼道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弟子呢? 还有一个令人想不通的是, 那老头儿收集那么多的杨兽,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杨兽的用途肯定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寿命的。 他到底想要给谁增加寿命? 自己,还是他的师父? 对了,你身上的鬼王令呢? 是不是可以请问山水库的那些鬼物前来助阵? 这时候,原胖子突然抬起头,对着我询问。 而我也是微微一愣,说实话, 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但是不管能不能成,我都得去试试。 然而,这时候的圆圆却说了, 如果那鬼道人真的如同我们遇到的那黑袍道人那么厉害, 那些鬼物或许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那种强者,就算是一挥手, 也足以灭掉一半的鬼物了。 看着圆圆的眼神,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我问圆圆, 要是有方法将这股力量凝聚起来呢? 文言,圆圆和圆胖子都是睁大了眼睛看向我, 眼神之中布满了惊喜。 随后,圆圆问我什么办法? 我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出声对着二人说道, 阵法。 第102章 与鬼相伤 我刚刚说完, 便是看到圆胖子和圆圆儿, 有些不敢相信地对视了一眼。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说我的手中, 有一种阵法, 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所有鬼秀的力量凝聚起来, 不知道这样到时候是否能够与那鬼道人一斗。 这阵法乃是古书之中记载的, 我这一生的本事都是从古书中学来的, 而我也相信, 古书中既然有所记载, 那么这办法就应该可行。 现在我担心的就是, 就算在施展了这个阵法之后, 会不会还有可能不是鬼道人的对手? 我说完之后, 圆胖子也是骤然之间站起了身来, 随后出声道, 娘的, 现在没有选择了, 只能是一世了。 的确如此, 现在恐怕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办法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说我现在就去温山水库, 和那些怨鬼商量一下。 虽然我手中有鬼王令, 但是我不能以这个仗势欺轨, 说白了一点。 那些怨鬼忌惮我手中的鬼王令, 但是我要是让他们不满了, 在大正关键的时候, 给我悄悄掉个链子。 那时候, 我可就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了。 就算我手中有十个鬼王令, 也白瞎了, 所以我必须让这些怨鬼心甘情愿地帮忙。 这样到时候, 才不会出什么乱子。 这时候, 袁胖子和问我, 要不要他跟着我一起去? 我说还是算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随后我肚子下楼, 去刘叔的店里面, 取了两大把香盒纸钱。 香其实就是鬼魂的食物, 闻香而饱。 铭币对于鬼魂来说, 也就是我们现实中的钱。 我准备好之后, 袁胖子执意要跟我一起去。 他说, 他在马路上等我也行, 对此, 我也没有拒绝。 拿好了东西之后, 我们就从刘叔家出发了。 到了问山水库的山脚, 袁胖子又问我要不要一起上去。 我摇了摇头, 说上次姚伯昆在此, 针对我们的时候, 袁胖子和袁羽儿, 灭了不少怨鬼。 上去了, 或许还反而不好。 所以,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最后, 袁胖子也点了点头, 说, 让我自己小心一点。 我也拿着东西, 朝着问山水库上面赶去。 其实在来之前, 我就已经决定了。 此行, 我不会动用鬼王力, 只是单纯地前来求助。 求问山水库的这些怨鬼, 希望他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我到了问山水库之后, 感受着周边传来的冰凉。 我知道我身边肯定是有不少怨鬼 在围着我转。 我将手中的东西放下, 随后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点在自己的眉心处。 口中喃喃念着咒语, 开了自己的天眼之后, 我看到周围的确围了几个怨鬼。 他们面色惨白猙獰, 我心中还是有所波动。 不过, 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蹲下身子, 慢慢地将我拿来的那些箱竹打开, 随后点燃, 直接将这些箱绕着一个圈插在了我的身边。 随后, 就是一大捆铭币, 被我打开了。 不过, 我并没有着急烧掉。 而是对着周围说道, 诸位, 相比已经你们很多都已经认识我了, 小子名叫江小凡, 今日我来, 并无恶意, 还望诸位不要多心。 而且, 今天我也不会取出身上的鬼王令, 所以诸位尽管前来, 我有些话, 想要给各位说。 我的声音在问山水库传开, 随着我声音传来, 顿时间我, 便是看到一道道影子, 朝着我这边飘了过来。 这次更加甚人的是, 我直接被所有的怨鬼围在了中间, 周围一片冰凉。 为了不惊动他们, 我甚至都没有运转到气, 去驱逐这种感觉。 我暗自咽了一口口水, 说实话, 现在这场景, 我心里面还侦探娘的, 有些发毛。 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怨鬼围了过来, 我也是晃了晃手中的纸钱, 出声说道。 各位, 这些都是在下的小小心翼, 还望各位不要拒绝。 说完, 我直接将那些纸钱拿来开始烧, 烧完之后, 直接被那些怨鬼捡起来。 不过这些怨鬼, 似乎极为的和谐, 竟然没有相互抢夺。 而是将之一一地分开, 我心中也是微微一愣, 或许, 鬼并非我们心中所想的那样。 有时候, 人心比鬼更为可怕。 将手中拿的冥币全部分完之后, 我也是暗自送了一口气。 随后, 我竟然发现之前我身上的那骨子压力消失了许多。 现在, 虽然我身边还是站着这么多的怨鬼, 但是并没有刚刚感觉别扭了。 这时候, 我拍了拍手, 站起身来, 环视了一下在场的怨鬼, 直接出声道。 不满各位, 此次小子前来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各位帮忙。 而且我带着真心而来, 所以才不用动用鬼王令, 因为我知道, 那是强求各位。 我花音落下之后, 便是看到在场的这些怨鬼, 都是开始你看到我。 我看看你的。 而且发出了一阵低声的议论声。 这时候, 我也沉默了下来, 等着他们的议论结束。 过了一会儿, 突然一阵沙哑的声音传来, 不怕这位小兄弟笑话, 我们很多都死了几十年了, 不如轮回。 但是这几十年来, 小兄弟是第一个来给我们上香, 烧纸的人。 我顿时间朝着 说话的这鬼魂看去, 看到很多鬼魂 都是连连点头。 而且很多鬼魂 都是露出了一副贪婪的表情。 在不断地吸着那些 香上面冒出的白烟, 我拿来的香很多, 纵然这么多的怨鬼, 也足够他们吸收的了。 是啊, 这位小兄弟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们能帮忙的, 绝不会推辞, 更别说小兄弟的身上 还有鬼王令了。 就在之前的那怨鬼说完之后, 又是有一名怨鬼跟着出声, 虽然声音听着怪甚人, 但是话里面 却没有半点的毛病。 对此, 我先是给在场的这些 怨鬼鞠了一躬, 说了声抱歉。 第一次来问山水库的时候, 有人利用他们 来对付我们三人。 那时候赞成了很多误会, 还希望他们不要见惯。 我刚刚说完, 一阵嗡嗡的声音传来, 使得我的耳膜都微微传来一阵痛感。 我大概的明白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鬼话里面的意思, 大多都是在说, 没关系。 这时候, 我竟然是发现这些怨鬼, 远远比很多人还要好相处。 不得不说, 有时候, 或许只是方式不对。 人分好坏, 畜生分善恶, 鬼自然也是如此。 并不是每一个鬼魂都想害人的。 于是, 我也直接给在场的怨鬼, 道出了这次, 我来的真正目的。 告诉他们, 我或许将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 我不是对手。 但是我的手中, 有一个阵法, 可以将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 到时候, 他们的实力也会暴涨,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 我刚刚说完, 我的耳边便是再度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音。 随后, 我看到很多怨鬼, 直接朝前一步走来。 当时环对我吓了一跳, 仔细一听, 这些怨鬼的声音都是统一地说是要帮我。 健壮的我心中一喜, 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了许多。 随后, 我也是伸出了双手, 让大家安静, 随后我告诉大伙, 说这次我需要一百名鬼修帮我, 尽量是实力强大的鬼修站出来。 至于其余愿意帮我的鬼修, 我同样很感谢, 只是不真的鬼修越强大, 凝聚之后的实力也会越强大。 最后, 我选定了一百名鬼修, 再度对他们声表感谢, 说我明天晚上还会来找他们, 将他们带到我住的地方, 随时准备。 事情真的比我想象中的顺利, 导致今晚我并没有过多的准备, 只有回去准备之后, 才能将帮我的这一百名鬼修带离此处。 随后, 我离开了问山水库, 心里面也是莫名的踏实了许多。 这下, 面对神秘强大的鬼道人, 我总算是多出了几分信心。 第103章, 白鬼归位。 到了马路上, 原胖子看到我回来, 连忙上来, 一脸焦急地道, 你小子要是再不回来, 我都要上去了。 我掏出了手机看了下, 不知不觉, 我竟然在水库上边待了两个多小时。 这会儿, 原胖子也问我情况怎么样。 我对着这家伙笑了笑, 随后点了点头, 说, 事情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现在得想办法将那些鬼修转移到刘叔家。 时刻都准备着, 才能以防万一, 毕竟距离刘婷婷满18岁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刘婷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高考, 高考过后的几天, 似乎刘婷婷就18岁了。 只是现在令人费解的是, 刘婷婷身上, 似乎还有一个秘密没解开。 那就是, 鬼道人为何会如此关注刘婷婷? 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该去关心的。 我们只有彻底地阻挡了鬼道人, 才能继续探究这些东西。 听闻我很顺利。 袁胖子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随后袁胖子说, 先回去想办法。 到了刘叔家。 刘叔他们倒是睡了, 这段时间。 临近高考, 刘婷婷也很少回家了, 就连星期天都要补课。 而袁玉儿还在等我们。 我们回来之后, 袁玉儿也是问我们, 情况怎么样。 我直接给袁玉儿说了我们事情的进展。 这时候, 袁玉儿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问我要转移多少鬼, 修到刘叔家。 我跟袁玉儿说一百个, 袁玉儿和袁胖子都是微微一愣。 显然是没想到我, 竟然找了这么多的鬼修帮忙。 袁胖子善善一笑, 说有鬼王令就是好办事, 方便。 这时候, 我也是摸了摸鼻子。 低声说道, 我并没有用鬼王令。 我话一出口, 顿时间袁胖子和袁玉儿都是愣在了原地, 似乎有些不相信我说的话一样。 我尴尬地笑了笑, 说是真的, 我就跟那些鬼修商量了一下。 再说, 用鬼王令或许可以震慑住那些鬼修。 但是到时候关键的时候, 给我掉链子, 可怎么办? 所以, 最好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帮我才行。 这时候, 袁胖子也问我, 到底怎么说服那些怨鬼的? 他说那些家伙, 可是一个都不简单才对。 我笑了笑, 告诉袁胖子, 他或许把问山水库的那些怨鬼想得太复杂了, 随后我将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我也问他们, 现在到底用什么办法将一百个鬼修给弄到刘叔家? 而且还不影响刘叔他们呢。 我看向了袁玉儿和袁胖子, 这事儿, 他们懂得比我多, 所以只能靠他们。 再说了, 这一百个鬼修,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想了一会儿, 袁玉儿的眼前一亮, 说刘叔家倒是有一个地方是和那一百个鬼修居住的。 我连忙问他是哪儿? 袁玉儿说, 就是之前鬼道人养红衣女鬼的那个地窖。 地窖的面积很大, 而且正巧了, 那里还有一个鹰眼, 之前被袁玉儿封住了。 要是那些鬼修过来, 袁玉儿完全可以将鹰眼打开, 这样对那些鬼修方而有利。 因为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对刘叔家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到时候这件事情过去了, 再将鹰眼封住也行。 如此说来, 现在就剩将那些鬼修转移过来就行了。 袁玉儿说, 这个倒是不难, 明天他出去找点柳木来。 刻一百个牌位, 到时候带去, 那些鬼修就可以直接附身在牌位上面, 这样就能直接带着来了。 毕竟那么多鬼修走在路上是不现实, 所谓白鬼夜行, 必出大事, 这句话不是胡说的。 办法想到了之后, 我们也不再纠结, 随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忙活一阵呢。 回到房间之后, 我也直接进入了休息的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起来了, 先是给刘叔说了一下, 说后院的那个地窖或许要借用一下。 让刘叔将钥匙给我, 经过了我们救他一命之后, 刘叔对我越发的信任, 现在我要做什么? 他根本不会过问, 直接就答应了。 要了钥匙之后, 我就开始到院子里面给袁玉儿他们帮忙。 至于我们最近在忙活的事情, 我倒是稍微给刘叔透露了一点。 说是关于刘婷婷的, 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得知的刘叔连忙问有序, 需要他的事儿就直接开口。 对于这件事情, 刘叔也是极其的上心。 不过刘婷婷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毕竟怕影响他高口, 这事儿完全不能告诉他。 现在, 袁玉儿和袁胖子在忙活的, 就是弄很小的一块排位。 不过并不是说弄成形就可以了, 我专门给他们弄成小块小块的四方形, 然后袁胖子和袁玉儿, 则是负责在上面雕刻符文。 我们弄到下午, 才将一百块全部搞定。 而下午的时候, 袁胖子和袁玉儿也开始用墨汁填在那些雕刻好的符文里面。 不过这墨汁有些特殊, 乃是柳树、 槐树的枝。 柳树和槐树都属婴, 树枝自然也不例外, 要让鬼修住在这排位里面, 自然是不能用致阳的东西来画符了。 到了晚上, 这一切才全部准备好。 我吃了饭之后, 就直接提着这些柳木牌朝着问山水库走去。 这次袁胖子没有跟着我一起, 他们在家里面还要忙活地窖里面的东西。 我到了问山水库, 知道我今晚要来, 之前决定要帮我的一百名鬼修已经早就站着等我了。 看到这一幕, 我莫名地有些感动, 鬼又怎样。 此刻, 我心中突然发现, 就算以后遇到了鬼物, 也必须要认真地去判定, 才绝对怎么去降服。 我将袋子里面的排位摆出来, 给他们解释清楚之后, 一个个都没有犹豫, 直接化作一股青烟钻进了柳木牌中。 我将带来的香煮给点好之后, 就快速地离开了这儿。 做人不能如此, 就算剩下的没有帮我, 但是也是需要答谢的。 等我到了刘叔家的时候, 原胖子在门口等我, 直接接着我就去了地窖。 在地窖里面, 有一丝阴冷的气息传来, 看来袁玉尔已经将阴言解封了。 而地窖里面摆好了一张桌子, 上面香烛什么都早就准备好了。 我们一一将排位都拿了出来, 摆放在了桌子上面, 我点上了供香。 各位, 就要委屈你们在这住上几天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随时下来找你们唠嗑的。 感受这一丝丝奇怪的力量, 钻进了我的身体。 奇怪的同时, 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感受。 随后, 我和原胖子他们出了地窖。 这下, 我心里面也总算是舒坦了许多, 白鬼归位。 古书上记载的那个秘法之阵, 差不多也就准备得齐全了。 不过这段时间, 我必须得跟白鬼沟通一下心得。 毕竟, 阵法需要大家的配合不是。 接下来的几天, 过得比较平静。 只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地窖里面, 和白鬼交流阵法的一些事情。 到时候, 需要怎么弄才行。 如此, 时间也是越发的逼近了。 刘婷婷也正式放假了, 放了三天, 因为三天之后, 就要彻底进入高考。 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刘婷婷一直说什么压力大, 让我跟着她一起出去逛街。 我没办法, 只能接受。 三天的时间, 我就没能闲下来过。 三天再之后, 刘婷婷正式步入了考场。 奇怪的是, 这丫头竟然不让刘叔他们, 送她去考试。 她要我送。 原胖子这家伙, 不止一次地在我耳边说过, 刘婷婷看上我了。 但是发自内心地说, 我并不是一个感情泛滥的人。 莫名的, 我心里面已经住进去了一个人。 随着刘婷婷高考结束, 刘婷婷整个人倒是轻松了不少。 但是我们三人的情绪, 也是越发地紧张了起来。 这意味着, 鬼道人降临的日子, 也近了。 第104章 黑色信封 接下来的几天, 虽然过得很平静, 但是我和原胖子, 还有远远三人都是,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生怕突然出什么岔子。 眼看距离刘婷婷十八岁的生日, 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这一天, 我一大早就起来, 将门脸的门打开做生意。 但是刚打开门, 我便是看到大门口, 竟然是有着一个黑色的东西。 眉头一皱的同时, 我将这东西捡了起来。 我发现, 这竟然是一个信封, 但是这年头, 怎么会有黑色的信封呢? 但是, 就在我将信封捡起来的瞬间, 我的心脏便是犹如瞬间被人狠狠地捏了一把一样。 就连呼吸都是微微一致, 因为在这黑色的信封上面, 赫然就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鬼字。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咋看到这个鬼字的第一瞬间? 脑海里面浮现的, 就会是鬼道人这三个字。 或许是因为, 最近太紧张了。 我拿着这信封, 愣了半天的时间, 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将之打开。 反应过来的, 我连忙上了楼, 这大早上的, 也不会有什么客人。 我上了楼, 第一时间将圆胖子和圆圆叫进了房间, 看到我手中的信封, 二人的面色都是骤然一变。 让我打开看看, 这时候, 我也是将这信封给拆开了, 里面的性质倒是正常的。 而且, 内容也不多。 期限将近, 无必如约而至, 还请做好准备, 鬼道人。 就是这几个简单的字, 但是我们心中, 却是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我看向圆胖子和圆圆, 说这是什么意思? 圆胖子沉硬了片刻, 这不会是鬼道人给我们下的战书吧? 刚刚说完, 圆圆便是摇了摇头, 说, 应该没这种可能。 首先, 鬼道人应该不知道, 我们在这儿。 就连之前跟我们交手的那个老头, 应该都是不知道我们的住处, 所以, 谈不上泄露出去。 再说了, 我们三人的实力, 应该还轮不着鬼道人, 给我们下战书。 所以这封信, 或许并不是给我们的。 圆圆刚刚说完, 我们三人都是抬起头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满是不解的疑惑。 这封信, 暂时我们可以确定, 就是鬼道人传来的, 至于是以什么方式传来的? 而我们现在, 想要了解的是, 这封信是传给谁的? 这个答案并没有困惑我们, 因为这乃是刘叔的家, 所以答案很明显, 这封信, 或许是给刘叔的。 但是, 他为什么要给刘叔这封信? 或者说, 刘叔还有着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们吗? 想到了这个可能, 我们三人都是微微惊讶, 刘叔还有什么, 值钱在瞒着我们? 不行, 这事儿必须要弄明白。 圆胖子的眉头一皱, 顿时间便是沉声说道, 我看着圆胖子, 已经从他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一丝生气的意味。 我连忙拉住了他, 说我去叫刘叔, 但是他情绪得稳定住才行。 其实我也挺理解圆胖子的, 说实话, 刘叔家的这事儿, 是圆胖子和圆圆摊上了, 他们不能撒手不管。 而且, 这事儿搞不好是要丢命的, 这时候, 如果刘叔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 这的确, 就有些不地道了。 但是我还是相信, 刘叔就算是有什么原因, 或许也是有苦衷的, 我们必须先问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再做打算。 我说完, 也是看向了一旁的圆语儿, 圆语儿也是示意圆胖子坐下, 但是我从圆语儿的眼神之中, 也是看到了一丝不满。 看到圆胖子稳定下来之后, 我也是走出了房间门, 下楼去找刘叔, 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到房间里面一趟, 有事儿跟他商量。 刘叔也没有犹豫, 直接跟我上了楼, 到了房间之后, 刘叔也发现了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就问我们怎么了。 这会儿, 也根本用不着拐弯抹角了。 我就直接问刘叔, 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刚刚问完, 便是看到刘叔的眼神有些闪躲, 显得不自然。 这时候, 我也就更加地确定了, 原来刘叔真的有事瞒着我们。 随后, 我也直接将那黑色的信封丢到了刘叔的面前, 告诉他, 这是鬼道人的信, 应该是给他的。 刘叔当时身体就一将, 面色有些苍白, 想要去将信封拿起来, 但是又有些尴尬。 而这时候, 我也是直接告诉了刘叔, 信里面的内容, 问他到底, 还有什么瞒着我们。 我们现在是在救刘婷婷的命, 要是他有什么瞒着我们, 我们很可能因此耽误了什么, 到时候再后悔, 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闻言的刘叔, 这时候身子一颤,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出了他心里面的苦衷。 其实在十年前, 鬼道人还对他说了一番话, 他没有告诉我们。 鬼道人说了, 刘婷婷在十八岁的时候, 会有一劫, 这一劫, 很有可能要了刘婷婷的命。 而鬼道人还说了, 等刘婷婷十八岁的时候, 他会亲自来刘叔家, 替刘婷婷解开命劫。 而前提就是, 刘叔不能给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同时还要配合他, 做一些事情。 不然刘婷婷就会殒命, 到时候, 就连他都没办法再让刘婷婷平安无事。 刘叔家就刘婷婷一个独女, 宝贝得很, 所以刘叔自然什么都听鬼道人的。 直到我们的到来, 发现了弟弟的那个红衣女鬼。 然而, 刘叔就开始动摇了。 他心中也曾问过自己, 鬼道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他曾经几次想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 因为原胖子和原语尔, 并没有发现刘婷婷身上的异状。 而当初鬼道人却发现了刘婷婷身上的异状, 所以最后刘叔选择不告诉我们, 他怕失去刘婷婷。 同时, 他也想静观其变。 到时候, 我们和鬼道人碰头, 再看看什么情况。 这时候, 我看到原语尔和原胖子, 都是面色凝重地看向了刘叔。 同时, 我也是注意到了, 刘叔其中的一句话。 那就是, 鬼道人到底在原语尔的身上, 发现了什么异状? 我直接对着原语尔询问。 同时, 我们三人都是看向了刘叔, 希望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给我们一个解释。 这时候, 刘叔也是一探, 说当时鬼道人就是在刘婷婷的身上摸了一下。 当时才七岁的刘婷婷, 整个人当时就晕倒了。 而且, 整个人的皮肤都是变成了火红。 刘叔说他当时挨着刘婷婷, 都能感觉到一股极其可怕的温度。 但是刘婷婷, 却是完全跟个没事人一样的。 当鬼道人又在刘婷婷的身上点了几下, 刘婷婷就醒过来的。 刘叔说当时他的确被吓得不轻, 所以鬼道人说什么, 他都不敢不相信。 准确地说, 刘叔不敢拿刘婷婷的生命去开玩笑。 刘叔说完, 圆胖子和圆圆对视了一眼, 显然是对这个事情都颇为不解。 而就在此刻, 我立马注意到了第二个问题所在。 那就是之前刘叔所说的, 鬼道人要刘叔配合他做一些事情。 他想要刘叔怎么配合他? 做什么呢? 我再度对着刘叔询问, 这时候刘叔方才是告诉我们, 鬼道人说, 要刘叔收到一封信的时候, 配合他将刘婷婷转移到一个地方, 然后等待他的到来就可以了。 而鬼道人安排的这个地方, 竟然就是刘叔的地窖, 也就是之前鬼道人养小鬼的地方。 但是, 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呢? 我们甚是不解, 这时候刘叔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 其余的他也一无所知了。 本来他不打算告诉我们的, 但是没想到, 鬼道人送来的这封信, 竟然无意中让我们给看到了。 刘叔的脸上布满了苦涩, 他说, 或许这就是天意, 刘婷婷的命运, 也得看天意。 第105章, 刘婷婷的意变。 看着刘叔脸上的无奈, 圆胖子和圆鱼儿, 也是没有在说什么。 要说刘叔身上真正有的, 或许就是出于一个父亲的私心, 他只是尽可能地, 想让自己的女儿安全罢了。 这时候, 我也是站出了身来, 很明确地告诉刘叔, 那鬼道人,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本来我想瞒着刘叔的, 但是, 既然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我只好告诉刘叔, 他之所以出事, 就是因为吃了郊外的那家冰廊, 因为那冰廊是用石油炼制的。 而那个老头, 就是专门做这些恶心事情的家伙, 不单单炼制石油, 甚至还杀了不少人。 而他们吃的那些石油冰廊, 也是导致最后杨寿被借走的原因。 刘叔我们费尽千辛万苦, 将杨寿给找了回来, 但是其余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而更加巧合的是, 这个老头就和鬼道人有联系。 所以我告诉刘叔, 鬼道人说的话, 或许并不可信, 他只是为了恐吓刘叔。 说完之后, 我看到刘叔的面色, 也是一片沙白。 显然对于那石油冰廊的事, 根本就没办法接受。 不过这时候, 刘叔显然是有些承受不了, 说他有些不舒服, 先出去一下。 这事儿, 搁在谁的手里面, 肯定都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不过接下来, 我们不能干等着不做事。 我看了看手中的这封信, 心中也是想知道, 这封信到底是谁给送过来的。 所以我们再次到了旁边的一家店铺, 刘叔家的门前并没有装摄像头, 但是旁边有。 上次我们借用过, 然而, 当我们看到监控录像里面, 却是毫无线索。 因为监控录像之中, 一道黑影手中拿着一封信飘了过来, 最后落在了刘叔家门面的门前。 很显然, 这封信并不是人送过来的, 因为录像之中的, 难道影子始终都是飘着的? 看来这儿得不到线索。 我们回到了刘叔家, 从刘叔那儿了解到了刘婷婷身上的异状, 但是我们却更加的疑惑了。 中途, 袁玉尔再次查探了一下刘婷婷的身上,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们只能认为, 这是鬼盗人故作迷障, 就是为了迷惑刘叔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是我知道, 事情或许并不是这么简单, 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罢了。 当晚, 我盘坐在床上, 去感觉自己的丹田里面似乎有一种稚骨, 导致我吸纳进去的倒气, 似乎开始在膨胀了。 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种情况, 于是我停止了下来, 不敢妄动, 我去敲响了袁胖子的门, 问他这是什么一种情况。 文言的袁胖子一愣, 惊讶地问我, 什么时候感觉到这种情况呢? 我说就是今晚, 这家户却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问我到底是什么怪物。 我仗儿摸不着头脑地看着袁胖子, 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家伙告诉我, 说让我尽管继续吸收器, 将那层桎梏彻底地冲破。 这时候, 我眼前一亮, 突然之间想到了古书之中的记载, 说我这是不是要突破境界了。 古书上记载的并不多, 我记得隐气的下一个境界, 似乎是御清静。 我为袁胖子问我, 是不是要突破大御清静了? 随后, 我便是看到袁胖子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顿时间我就知道, 肯定是自己领悟错了。 袁胖子这时候, 才问我, 是不是发烧了? 他说御清静, 没有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别想接触到。 袁胖子说, 之前的我刚刚隐气入体, 算是入门了。 而现在我接触到的这层智骨, 是隐气静的第一层, 宁气。 我顿时刚大的摸了摸鼻子。 这时候, 袁胖子告诉我, 隐气静总共分三个境界, 每个境界三层。 宁气静只是只是隐气静的第一个境界。 这时候, 袁胖子也是告诉我, 说这种情况机不可施, 让我赶紧去修炼。 这时候, 我也是连忙回到了我的房间里面, 再次盘坐在了床上, 开始进入吐纳的状态。 顿时, 我感觉到怀中的黑铁棒子上面, 竟然是传来了一阵温热的感觉。 而周围也是有无数的气朝着, 我体内钻去。 速度奇快, 这会儿我也是更加的确定了。 我吸收气更快的原因, 正是怀中的黑铁棒子, 或者说, 其中蜂拥的那条龙脉。 我名神专一, 开始专心地吸收着气。 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只感觉自己沉浸在了这种境界之中。 顿时, 我感觉丹田之中的气 开始变得有些狂躁了起来。 我面色一沉, 死死地控制着丹田内的气。 哄! 突然, 丹田之中传出了一声低沉的轰鸣之声, 却是我丹田内的气 突然之间爆炸而开。 不过就在一声爆响传开的瞬间, 周围的那些气 便是蜂拥一般朝着我的丹田钻去。 最后凝聚出了一个气团。 同时, 我也是感觉到身体内的力量也是越发的凝实了。 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身体上竟然已经出了一层细汗。 我口中微微吐出了一口浊气, 感觉浑身都是一阵神清气爽。 我连忙站起身来, 身上黏黏的不舒服, 便是准备出去洗个澡。 打开门之后, 我发现袁胖子站在门口。 怎么样? 突破了。 看到我的瞬间, 袁胖子连忙询问我。 我也是对着他点了点头。 我为袁胖子在这干吗? 他告诉我说, 这种情况是不能被打扰的。 不然后果很严重, 所以他就在门口给我守着了。 我心中顿时, 升起一阵感激, 说我身上不舒服, 得先去洗个澡。 我洗完澡之后, 袁胖子已经在我的房间等我了。 他说, 我现在处于宁气初期。 等修炼到宁气中期, 宁气后期之后, 方才可以冲击引气境的下一个境界。 我连忙问袁胖子, 宁气境之后的两个境界是什么? 袁胖子也没准备瞒着我, 说, 宁气境之后, 是脆血境, 运用体内的气去脆炼身上的血肉。 而在脆血境之后, 就是伐骨, 运气而洗伐体内的骨骼。 这三个境界, 修到了圆满之后, 方才有机会冲击那所谓的欲清境。 我心中微微一宁, 看来这条路还很长。 我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我和袁胖子聊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离开了。 我之前问了一下, 这家伙到了什么境界的时候, 他却不告诉我。 说等哪天我赶上他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对此, 我也没有继续在纠缠员胖子。 接下来的两天, 同样是过得比较平静, 终于到了刘婷婷满18岁的这一天。 本来刘婷婷18岁的生日, 她想要请她的许多同学, 但是我提了一句, 说太热闹, 我就不去了, 我喜欢清静一点。 最后, 刘婷婷竟然莫名其妙地说, 那就不去KTV了。 她叫了几个闺蜜到了家里面, 留婶做菜。 大家伙就在家里面高兴一下就行了, 一晚上倒是过得很平静, 直到生日晚会完毕之后, 刘婷婷似乎喝多了, 有些醉了, 翘脸之上红扑扑的。 我将刘婷婷送到了她的房间里面, 我将刘婷婷放到床上, 让她先休息睡觉, 明天就会好了。 但是刘婷婷不断地喊着, 身上热得很, 还不断地撕自己的衣服, 本来我没有过多的注意的。 你是当我没注意, 摸到刘婷婷的肌肤的时候。 我却是发现, 刘婷婷的身上, 竟然是无比的发烫。 这完全是不正常的那种发烫, 因为刘婷婷的皮肤, 竟然是在以一种诡异式速度, 变得通红了起来。 随后刘婷婷整个人, 更是直接昏死了过去。 我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直接便是大声地喊着 袁胖子和袁月儿。 听到我的喊声, 袁胖子和袁月儿 直接冲了进来。 我指着面前的刘婷婷 完全说不出话来。 第106章 不是一个人 随着袁胖子和袁月儿 冲进了刘婷婷的房间, 刘叔和刘婷儿 也是跟着冲了进来。 看到床上的这一幕, 刘叔颤抖着手, 指着刘婷婷 说这一幕 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知道刘叔说的这个样子, 就是指 刘婷婷现在的这个情况。 刘叔的意思, 刘婷婷十年前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连忙看向了袁月儿, 问她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袁月儿说她能够感觉到 刘婷婷体内 有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其他的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 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一座高山, 云雾环绕, 中年不见雾散。 中年不见山貌。 而在那云层之上的山巅, 却有几座稀疏的宫殿,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宫殿古朴而优雅, 不失磅礴之气。 某座宫殿之内, 一道盘坐了不知道多久的老玉, 身形微微一颤。 随后那双紧闭的眼睛, 骤然睁开。 面目虽显老太, 但那双眸子之中, 却是一片清明。 毫无半点的污浊, 更甚至带着一抹 深不可测的韵味油转。 时隔十年, 终于再次感应到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老玉的周遭激荡起了一丝涟漪, 随后, 整个人竟然就这么诡异地 消失在了大殿之内, 毫无征兆一般。 再说到刘叔家, 这会儿, 我们所有人都是焦急得不行, 刘婷婷现在的这副样子, 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奇怪的是, 刘婷婷身上通红, 甚至我们都感受到了那骨子热量, 极其地吓人。 然而刘婷婷的衣服, 还有床上的被单, 都没有受到这种热量的伤害。 怎么办? 能不能压制刘婷婷身上的能量? 这样下去, 不是个办法呀。 我看着远远出声说道, 这热量太恐怖了, 继续下去, 我都不敢保证, 刘婷婷人会不会被烧坏。 这会儿, 刘婷婷已经晕倒了, 我让刘叔先扶刘婷去休息, 这边的事情, 我们会处理。 远远的眉头一皱, 说, 暂时根本没有丝毫的办法。 我心急如焚, 刘叔就刘婷婷一个女儿, 她可千万不能出任何的事情。 这时候, 我脑子里面猛然窜出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 鬼道人给刘叔说的那个办法。 将刘婷婷带到地窖里面去, 这会儿, 我突然想明白了, 鬼道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地窖里面有一个阴眼, 现在刘婷婷身上散发出来的这股力量, 完全跟阴煞之气截然相反。 而鬼道人, 是不是想要用地窖之中的阴眼, 以此来抑制刘婷婷现在的情况呢? 不然, 那他为什么会安排刘叔这么做? 而他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因为他不能够及时赶到, 所以想要刘叔先稳住刘婷婷发生的这种情况。 这只是我大胆的一个猜测, 但是现在根本轮不到我多想了。 我直接将床上的被单给掀了起来, 让原胖子和原育儿, 抬着被单里面的刘婷婷, 送他去地窖里面。 同时, 我给原胖子和原育儿, 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 你确定这样做有效果? 而不是反而伤了这丫头。 原育儿看了一眼刘婷婷, 随后看着我沉声说道, 眼神之中满是凝重的表情。 我知道原育儿担心什么, 要是我的猜测是错的。 那么这对刘婷婷来说, 乃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甚至会直接让他丧命。 但是现在管不着这么多了, 继续这样下去, 刘婷婷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没时间了, 就这么做吧。 我看着原育儿, 现在根本不是去多加考虑的时候, 说完我直接朝着地窖奔去, 将桌子上的那些牌位, 都全部收了起来。 腾出了位置, 这里的一百鬼羞都是鹦雾, 碰到刘婷婷, 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是不行的。 我将它们安置到了我的房间, 随后, 袁胖子和袁语儿, 也是提着刘婷婷, 到了地窖之中。 顿时这冷冰冰的地窖, 回温了不少。 而我有让袁语儿, 将刘婷婷放在阴眼的位置。 就在刘婷婷放下的瞬间, 顿时她皮肤上的那火红, 也终于开始有所减退。 只不过,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还带压制住了一些。 看到这一幕, 我顿时上前, 去试了一下刘婷婷的鼻息, 还算平稳, 也就是说, 刘婷婷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是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后面的刘叔也是跟着赶了过来, 问我们情况怎么样。 我告诉刘叔说刘婷婷暂时不会有事了, 让她不要担心。 不过, 刘叔还是一脸焦急的样子, 说实话, 让她不担心, 实在是不可能。 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为了避免刘叔看到刘婷婷伤心, 我也是领着她出了地窖, 远远守在地窖里面, 看着刘婷婷。 出了地窖之后, 刘叔也直接开口问我, 刘婷婷这样, 还有没有活过来的机会。 我看着刘叔那布满了真诚的眼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刘叔。 看到我沉默, 刘叔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满脸期望地跟我说, 那个黑袍道人说她能救婷婷, 要不我们相信她一次吧。 你觉得呢? 小凡? 我从刘叔的眼神中, 看到了她将我当成了一个亲人。 这时候, 她是在跟我商量, 因为她也拿不定主意了。 看着刘叔那央求的眼神, 我心中一阵不忍, 最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出声说道。 刘叔, 你相信我们, 一定会让婷婷好起来的, 但是我也可以跟你保证, 要是婷婷落到了鬼道人的手里面, 或许会生不如死。 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都已经没办法再去欺骗刘叔了, 所以我只能如实跟他交代。 刘叔的眼神终于是暗淡了下来, 随后整个人如同苍老了许多一般, 他转身, 话也不说地, 直接离开了。 然而, 我知道, 现在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 再去给刘叔说太多。 刘婷婷这边的情况不乐观, 而且这也意味着, 鬼道人要来了。 我直接上楼, 将我房间里面的一百块牌位, 装进了袋子里面, 放在我身上, 时刻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 在地窖之中的刘婷婷, 缓和了一些, 但是状况并不是说特别好。 而袁玉尔, 则是在不断地回想着, 一个又一个, 能够解决刘婷婷这情况的办法, 但是可惜, 他并没有找到。 时入半夜, 我感觉夜空突然暗淡了几分, 抬头望去, 却是看到天空之中,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朵巨大的乌云, 将明晃晃的月亮都是彻底地遮住。 而我和袁胖子对视了一眼, 都是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 刘叔家的这个大院子里面, 竟然是刮起了一阵五明的阴风。 这是六七月的天, 就算是刮风, 应该也是让人凉快一点, 但是这股风, 竟然透着一股阴寒的气息。 就在这时, 我和袁胖子同时朝着对面看去, 在刘叔家院子的入口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是多出了两道身影。 其中一人全身包裹在黑袍之中, 头上甚至还有一个黑色的斗笠。 我心中骇然, 此人的打扮和之前我们在林家祖坟山上遇到的黑袍道人, 竟然无耳。 而在此人的身边, 跟着的赫然就是前段时间在郊外的地下室跟我们交手的那个老头。 看到我们的瞬间, 那老头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什么。 竟然是你吗?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那老头的双眼之中泛着怨毒, 阴冷的声音传出。 你认识他们? 这会儿, 那黑袍之下, 陡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嘶哑的声音, 如同地狱的冤魂在吼叫一般, 莫名地令人心中发毛。 回师尊的话, 就是这三人连续两次坏了弟子的好事, 血尸也是他们所毁。 那老头连忙对着鬼道人回答, 而我整个人却是被鬼道人吸引了过去, 因为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和林家祖坟山上 那黑袍道人两股不同个气息, 他们竟然不是同一个人。 第107章, 白鬼凝煞。 既然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为何会有同样的装扮? 几乎一模一样。 在林家祖坟山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装白的黑袍人。 现在这鬼道人竟然也是这般, 一模一样的装扮。 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的心中几乎被这些疑问给充斥着。 这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在林家祖坟山的时候, 我听到那神秘的黑袍人所说的那句话, 只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在意, 但是现在却突然间从我的记忆深处冒了出来。 当时, 我记得要杀我的那黑袍人对着保护我的那个黑袍人沉声说道, 你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人, 而我们不是。 现在想起这句话来, 我心中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难道说, 他们是一个组织不成? 如果真是一个组织, 那远远的猜测也就成立了。 因为圆远人说过, 黑袍人, 不管是好的那个, 还是坏的那个, 他们肯定是有什么联系。 如果他们同属一个组织, 那么这也就成立了, 他们之间有联系的这个事情了。 面前的鬼道人虽然给我不同的感觉, 但同样也有相同之处, 那就是强大。 强大的令我们感觉到, 一股厚重的压力传来。 这时候, 听了怪老头的解释, 鬼道人转过身来看向了我们, 虽然隔着一层黑纱, 但我仿佛感觉到了两道冰冷的利刃, 死死地抵住我的脖子那种感觉。 让我整个人, 犹如坠进了冰窟窿里面, 这会儿, 地窖里面的圆语尔, 也到了我们的身边。 与此同时, 圆胖子和圆语尔, 都是面色凝重地, 做出了准备战斗的姿态。 我说养在这儿的小鬼, 怎么没了动静? 看来, 也是和你们三人脱不了干系了。 鬼道人的双手背负在身后, 那声音犹如生锈的金属在摩擦一样, 让人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而等三番五次地与我作对, 今日就做个了结吧。 随着鬼道人口中传出的一声轻贺, 我却陡然间发现一股恐怖的气势 直接朝着我们碾压了过来。 圆胖子和圆语尔, 两人的身影陡然间掠出, 圆胖子的大喝声也是在这院子里面传开。 妖道, 今日谁生谁死, 可还不一定呢。 而就在圆胖子和圆语尔身形掠出的瞬间, 我整个人也是快速地后退, 将身上的袋子放下, 袋子里面的牌位也瞬间被我尽数取出。 此刻, 那一百块牌位直接围绕在我的身边, 悬浮了起来。 我直接就地盘坐了下来, 手中开始结印, 同时念着口诀。 天悠悠, 地悠悠, 三魂出翘入九悠, 七破宁, 阴魂线, 白鬼夜行入魂身。 就在我口诀落下的瞬间, 直接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点在了自己的眉心处, 此乃封门。 抑郁为我自己的三魂七破出体之后, 其余鬼魂无法占据我的身体。 就在此刻, 我顿时感觉到了我的三魂七破, 都是自身体之中飘了出来。 这会儿, 我也看到圆胖子和圆圆, 彻底地近身到了鬼道人的面前。 不过不等鬼道人出手, 那怪老头就直接出现在了圆胖子和圆圆的面前。 师尊, 这等货色, 就不用您亲自动手了。 那怪老头阴森的声音传出, 手中也是再度出现了那根人骨拐杖, 直接将圆圆和圆胖子挡住。 而我也丝毫没有在意, 今晚的战斗, 注定是无法避免的。 而那一直没动手的鬼道人, 才是最大的隐患。 我三魂七魄, 飘出身体的瞬间, 手中再度开始结印。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阴阳颠倒, 我身为阳, 我魂为阴, 以阴护阳, 白鬼入, 凝煞气。 是! 随着我口令落下, 手指不断地在自己魂魄身上的数个穴道点动, 同时大喝出声, 白鬼听令, 速入我身。 顿时, 这院子之中, 瞬间掀起了一阵阴风, 传出一阵阵呜呜的声音, 那是白鬼在嚎叫。 同时, 一道道身影, 更是快速地自那些牌位之中浮现了出来, 朝着我悬浮在空中的浑身飘来。 一道道身影, 直接钻进了我的魂体之中, 同时, 我的魂体, 竟然是开始缓缓变大。 这白鬼明煞菊, 乃古书之中所记载。 而我同样也是第一次运用, 不知道用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根据古书之中的记载, 说白鬼入体, 凝杀之后, 自身的实力也会极其地强大。 至于有多强大, 我就不得而知了。 感受着一股股磅礴的力量, 钻进了我的魂体之内。 我心中也是生起了一股强烈的自信。 然而, 这会儿的鬼道人猛然抬起头, 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这边的变化。 下一刻, 鬼道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我心中一宁, 感觉到了一股杀机, 瞬间逼劲而来。 白鬼凝杀局, 可不能被中途打断, 那后果简直不可言喻。 我心中一警, 就在这关键的一刻。 我看到一道银色的光芒, 直接朝着我的面前飞掠了过来, 电光火石之间, 瞬间逼劲。 哄, 一声巨响, 一道黑色的身影, 也是陡然在我面前数米的距离浮现了出来。 而那银色的光芒, 也是瞬间爆炸了开。 鬼道人的身形一顿, 转头看去, 出手的却是圆圆, 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 剩下的鬼羞, 也全部都钻进了我的体内。 我赶紧接应, 朗声大喝。 煞成, 这会儿, 我心中都是有些骇然, 因为此刻我的魂体, 竟然是已经有三米左右的高度。 而我身边, 更是有着一股股浑厚的煞气在游转。 一道凌厉的进风, 从我的面前横扫了过来。 我单手成拳, 直接一拳朝着掠来的进风暴击而去。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 一股气浪, 直接自场中掀起。 而我的身形, 也是蹬蹬后退了几步。 不过并不是我落入了下风, 而是我突然得到了这么强悍的能量, 暂时有些不适应控制。 这次, 我率先掠出, 周边的煞气, 瞬间凝聚在了我的掌心。 我庞大的身形, 也是快速地出现在了鬼道人的面前。 煞气凝聚的掌缸, 直接朝着面前的鬼道人拍了过去。 鬼道人的身形一动不动, 一只枯瘦的手掌, 自宽大的袖袍中伸出, 随后结出了一个奇怪的硬结, 恐怖的缸气, 瞬间凝聚。 化作一尊金色缸印, 见此, 我心中骇然, 这是金刚咒。 我在古书之中看到过, 只是目前还没实力凝聚。 而且, 奶奶的口中似乎有所提及, 这是我们江家独有的道计。 而先是在我们老家的那个神秘黑袍道人, 他在和奶奶对战的时候, 就使用了我们江家的道计。 现在的鬼道人, 竟然也使用了我们江家的道计。 我简直耐人询问。 鬼道人, 或者说, 这个黑袍人的组织, 到底和我们江家有什么密切的关联呢? 此刻, 容不得我多想其他。 我手中的煞气掌缸和面前的金色缸印, 瞬间相撞击在了。 随后, 整个小院子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好在刘书家的这个院子大, 不然这战斗极有可能殃及周边的建筑。 我和鬼道人的身形同时分开。 同时, 我冷声对着鬼道人亲贺。 你为何会我江家的金刚咒? 而对于我的问题, 面前的鬼道人显然是也微微一愣, 传出一声惊疑。 哦? 你是江家的人? 他仿佛对于我是江家人, 很是诧异一般。 而我凝视着这家伙, 半天不说话, 同样也想他给我一个答案。 江家不是自诩正道吗? 为何也会有等秘书? 鬼道人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出声对着我问道, 声音之中更是有着很明显的讥讽之意。 我冷哼了一声, 说树无正邪, 正邪分的是人心, 就如同我江家的金刚咒被他用出来一样。 第108章, 你是江家人? 但是, 现在我更加感兴趣的是, 此人的身份, 为何他也会我们江家的倒计? 就在这时候, 面前的鬼道人突然轻笑了一下, 对着我出声说道, 小子, 告诉你也无妨, 我也算是江家的人。 你觉得, 会江家的倒计很稀奇吗? 随着鬼道人的声音传出, 我整个人也是被震撼地愣在了原地。 这鬼道人竟然是我们江家的人, 但是在我前面20年的记忆里面, 完全没有此人的记忆, 但他却说是我们江家人。 我看着面前的鬼道人, 不屑一笑, 说道, 你真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我在我们家生活了20年, 可从没听说过, 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我之所以在这儿跟鬼道人废话, 无非就是想要套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在我刚刚说完之后, 鬼道人也是轻笑了一声, 对着我询问, 小子, 看你的年纪, 江文渊应该是你爷爷吧? 我瞳孔一缩, 并没有回答鬼道人的话。 但是我知道, 自己的动作, 肯定已经被对方给洞察到了, 就算不说话,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呵呵, 我们可是, 老朋友了, 不过他或许没跟你提起过我们。 不等我说话, 鬼道人便是轻笑出声, 语气之中, 有一种我所听不懂的意味掺杂。 随后我立马告诉他, 认识我爷爷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并不代表, 这就可以证明, 他是我们江家的人。 说完, 我立马看向了鬼道人, 这时候, 他也再度出声。 因为我也姓江, 无名江彭角, 要是你见到你爷爷, 可以问下他, 他一定认识我。 这时候, 我心中也开始有些疑惑。 难道说, 这家伙, 真的是我们江家的人? 不然, 他怎么可能会我们江家的倒计? 而且还能一口道出我爷爷的名字。 为了试探, 我再次出声, 对着眼前的鬼道人说, 既然你是我们江家的人, 那么今晚的事情, 可不可以换一种善了的方式? 我刚刚说完, 鬼道人就笑了笑, 说他倒是没想到, 这地方竟然还能够遇到江家的人。 这样, 你让开, 我将地窖那丫头给带走。 今天的事情, 本倒不跟你们计较。 看向我, 江彭角淡淡的声音传出, 语气之中, 还真是少了几分之前的争锋相对。 不过文言的我, 却是面色一变, 开什么玩笑。 我们保护的就是刘婷婷。 现在这家伙, 竟然明目张胆地, 说要带走刘婷婷, 这事, 根本就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不好意思, 你的要求, 我拒绝。 我身行踏前一步, 完全没有半点的犹豫, 直接出声, 对着面前的鬼道人说道。 鬼道人也没有生气, 而是笑了笑, 说, 如此, 就让我看看你这小子, 用什么来挡住我。 鬼道人话音落, 原地竟然留下了一道残影, 我瞳孔一缩, 浑身煞气蜂拥而至, 一拳朝着面前空无一人的地方, 悍然击去。 碰! 看似空无一人的地方, 竟然传出了一声低沉的暴响, 随后一道黑色的人影也是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身行一转, 面前的鬼道人便再次如同鬼魅一般的消失, 我身行一转, 一掌朝着身边的空间抓了过去。 鬼道人的身行浮现, 脚下踩着一种诡异的步伐, 身行直接避开了我打杀气大掌。 我心中一宁, 这步伐虽然我不会, 但是像极了古书之中的一种道技。 七星步同样是御用北斗七星的原理所悟出的一种步伐, 竟然又在鬼道人的身上出现。 这更加地坐舌这家伙之前所说的话, 他难道真是我江家的人? 但是为什么不管是我爸, 还是我爷爷都没有提过这件事呢? 眼看鬼道人的身形朝着地窖赶去, 我整个人猛然反应了过来, 直接出现在了鬼道人的身后, 一拳朝着鬼道人砸去。 其实现在的我这种状态比较憋屈, 我并不能使用道技, 因为道技是需要道气支撑的。 然而, 我现在魂体之中这么强悍的却是煞气, 所以只能单纯地用煞气攻击鬼道人。 好在这家伙虽然强悍, 不过我感觉似乎和之前在灵家焚山遇到的那个神秘黑袍道人, 还有些差距。 不然, 就是现在我这个状态, 或许也不是他的对手。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威胁, 鬼道人的身形也是停顿了下来, 翻身朝着我暴射而来。 又是一击相撞, 我们二人再度分开。 当我身形稳定之后, 顿时间感觉到对面的鬼道人身上气势变得凌厉了起来。 小子, 你真当本道不是你的对手不成。 我死死地看着鬼道人, 知道这家伙似乎真的发怒了。 但是纵然如此, 我依旧不能退步半点。 我身形一动, 直接挡在了去地窖的路上, 看着鬼道人说道, 今日, 只要我还站着, 你就过不去。 我的声音同样带着一抹坚定的神色, 同时, 身上的煞气环绕着周身不断地转动, 时刻做好攻击的准备。 很好, 我倒是要看看, 江文渊的孙子, 能有多少的能耐。 鬼道人再次出声, 不过这次的话语之中, 多出了一股令人心中发寒的冷力。 随后, 我看到鬼道人站立而住, 身上的黑色道袍竟然是开始无风自古了起来, 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在此刻攀升了一大劫。 我心中震撼无比, 看来之前我的判断错了, 这家伙并不是没有灵家祖坟山上的那黑袍人墙, 而是这家伙, 根本就没有动用出全部的实力。 现在的他, 或许才是真正的鬼道人。 我心中凝重无比, 但是这依旧不是我退缩的理由。 身上的煞气催发到了极致, 整个人直接率先朝着对面的鬼道人暴力而去。 先发制人, 至少不会显得那么的被动。 恐怖的煞气, 几乎紫啊, 瞬息之间凝聚在了我的掌间。 随后, 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拍向了面前的鬼道人。 而鬼道人手中的硬结, 也是在快速地变化着。 等我手掌逼近的瞬间, 便是看到他鬼道人的身前, 似乎有着一柄细小的利剑浮现。 破煞咒。 随后, 一声低沉声音, 自鬼道人的喉咙深处吐出。 那利剑也是瞬间, 朝着我击射而来。 速度之快, 完全让我没有反应的余地。 那小小的钢器利剑, 直接穿透了我面前的煞气掌缸。 随后我感觉, 那煞气掌缸, 竟然是就这么被击溃了。 我整个人微微一愣, 但是容不得我多想, 另一只手掌之上凝聚的煞气掌缸, 瞬间挥出。 鬼道人身形一顿, 显然也是, 没有料到我竟然, 还准备了这个后招。 仓促之间, 鬼道人袖袍一挥, 一大股进风, 瞬间朝我击来。 两股恐怖的能量, 在空中相撞。 我和鬼道人, 两人的身形, 都是瞬间被撞击的倒飞而出。 就在此时, 小院之中, 传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 轰隆! 咔嚓! 随后, 一道银色的光芒浮现, 竟然是凭空生成了一道闪电。 我和鬼道人, 都是瞬间看了过去, 却是远远出手了。 只是目标, 却是那怪老头。 这会儿的圆胖子, 同样是没有丝毫的停留, 直接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便是开始在那阴阳八卦镜之上, 猛然画动了起来。 随后, 那阴阳八卦镜之上, 升起了一道耀眼的金光。 轰的一声巨响, 那道银色的闪电, 直接披落在了那怪老头的身上,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出。 师尊, 救我! 紧接着, 那怪老头, 终于是对鬼道人, 发出了一声呼救。 鬼道人身形一动, 同时冷喝。 小辈, 尔敢! 就在身形略出的瞬间, 我也是, 直接横挡在了鬼道人的身前。 我看,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第109章, 恐怖, 我看着面前的鬼道人, 诞生说道, 现在的圆圆和圆胖子正是中创或者击杀那怪老头的时候, 鬼道人想要去救。 我说什么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圆胖子和圆圆解决掉了那家伙, 就能够过来一起对付鬼道人了。 到时候, 我们的胜算也是会大了很多。 滚开! 面前的鬼道人似乎也是意料到了这一点, 冰冷的喝声传来, 话音落下。 整个人直接朝着我暴冲了过来, 我心中一鸣。 这家伙, 现在属于暴走的状态。 我不能怠慢。 手中的煞气凝聚而出, 直接在我的面前凝聚出了一道盾牌。 而此刻, 鬼道人的身影也快速逼近到了我的身前。 毫无花俏的一拳, 直接击打在了我面前的护盾之上。 我眼睛猛然睁大, 因为面前的那煞气盾牌, 竟然是瞬间被鬼道人一拳击溃。 而那股巨大的冲击力, 也是直接作用到了我的身上。 我感觉整个魂体身上都是传来了一阵钻心的疼痛。 这种疼痛, 或许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因为这种疼痛并非来自身体, 而是来自灵魂的痛。 而我面前的鬼道人身形一顿, 再次朝着猿胖子他们那边掠去。 赫然是去, 就那怪老头。 这次, 我已然没办法再阻止鬼道人。 不过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轻贺之声传出。 太上抬心, 应便无停,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智慧明镜, 心神安宁, 三魂永久, 破无丧青, 无奉三亲祖师, 急急如律令。 是! 这是圆胖子的声音, 随着这道轻贺声落下, 我便是看到圆胖子手中的阴阳八卦镜之上, 散发一道夺目的光芒。 这光芒犹如一柄利剑一般, 散发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 光芒对准怪老头, 毫无征兆地, 直接穿透了怪老头的身体。 怪老头的身体, 陡然顿在了原地。 而鬼道人略出的身形, 也是不再前进。 因为那道光芒消失的瞬间, 陡然发出了一声闷响。 噗哧。 一股血剑, 直接从那怪老头的身体里面见识而出。 那身体, 竟然是在此刻诡异的一分为二。 五脏六腑, 顺着鲜血, 直接流淌在了地面, 致死。 那怪老头, 竟然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 我惊骇地看向了圆胖子, 这家伙此刻面色苍白, 想来这一击, 或许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甚至, 此刻的圆胖子, 直接单膝跪地, 看来消耗巨大。 但是不得不说, 刚刚那一击的确恐怖, 这家伙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后手。 混账, 找死。 就在此刻, 一股杀气瞬间在场中升起, 而我也是猛然反应了过来, 大声喊道。 圆胖子小心。 我花音落下的时候, 只见身旁的鬼道人也是快速掠出, 身形极其之快。 我心脏瞬间提了起来, 因为现在的圆胖子乃是历劫之状, 根本就没有反击的力量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好在圆胖子的身前多出了一道身影, 却是圆圆。 这会儿, 我猛然发力, 整个人也是朝着鬼道人冲去。 因为圆圆并非鬼道人的对手, 我必须前去支援。 果不其然, 鬼道人瞬间倒了圆圆的面前, 一掌拍出。 而圆圆整个人也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狂吐而出, 将面前的衣衫浸透地通红。 这会儿的鬼道人便是准备将目标转到了圆胖子身上。 好在我已经及时赶到了鬼道人的身后, 早已凝聚的煞气包裹着拳头, 一拳朝着鬼道人的背后轰出。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拳风, 鬼道人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心中一松, 只要救下了圆胖子, 就好了。 趁着这个空荡, 圆胖子也快速起来, 快速躲开。 砰的一声巨响, 自我和鬼道人的拳头碰撞之处传来。 我感觉手臂一阵发麻, 身形蹬蹬后退。 虽然我是魂体, 但是此刻白鬼附身, 以凝聚食物, 地面顿时给踩出了几个大坑, 地面军裂。 鬼道人的身形一顿, 而圆胖子和圆鱼儿, 这会儿, 也直接到了我的身边。 我们三人挡在了前往地窖的路上。 对面的鬼道人袖袍有些颤动, 显然是怒到了极致。 三个小辈, 很好。 你们成功地激怒了本道。 鬼道人的喉咙中, 传出了极其阴沉的鹤声。 从他的声音之中, 我听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此时此刻, 我也是低声对着身边的圆圆和圆胖子, 让他们千万要小心。 面前的这家伙, 要是真的发狂, 我们三人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 然而, 就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陡然看到对面的鬼道人双手张开, 微微抬头。 正是此刻, 一股股黑色的气体, 自鬼道人的体内, 疯狂地汹涌而出。 整个院子的温度, 似乎都是在此刻降低了几分。 这是阴煞之气? 浓郁的阴煞之气。 而且, 这股阴煞之气, 竟然是比我现在身上的, 还要纯净浓郁几分。 我心中亥然的同时, 连忙做好了准备。 顿时间, 那些阴煞之气, 如同一条条鲜活的蟒蛇, 朝着我们游动而来。 我身体一颤, 感觉浑身都是透着一股冰凉。 身旁的圆煞儿手中, 也出现了一张银色的浮转。 这会儿的圆煞儿, 没有半点儿的犹豫, 直接咬破了舌尖血, 一口便是喷在了面前的浮转上面。 天雷神, 地雷神, 五百蛮雷锦随身, 太上老君行斥令, 下界护法度众生。 若有一个不遵令, 压在奎缸不翻身。 奉请太上李老君, 金光一照化灰尘, 轰轰五雷绕宝殿, 道法无量镇乾坤。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引雷符。 是。 随着圆圆儿最后的一声轻贺落下, 这次, 这银色的符传, 却直接化作一道银色的光芒, 朝着黑色的夜空之中, 激射而去。 而夜空之中, 我竟然是隐隐地听到了一阵阵低沉的轰鸣之中。 轰隆隆。 声音低沉, 让人耳膜震痛。 我知道, 这并不是符传所化的雷电, 仿佛真的是天空之中, 再凝聚雷电一般。 退后, 就在此刻, 远远的声音传来, 我们三人蹬蹬后退, 终于, 黑夜之中, 闪过一抹亮光。 这银色的雷弧, 仿佛将漆黑的夜空, 直接撕裂成了两半。 那鬼道人抬头看天, 我本能地朝着他抖立下的面孔看去, 但是怎奈还是看不清。 这时候, 鬼道人冷哼了一声, 本来是朝着我们寄来的, 那一股股恐怖无匹的阴煞之气, 也是陡然掉转了方向, 直接朝着天空之中披落下的那道恐怖雷电, 冲撞了过去。 那雷电, 犹如一条银色的巨龙, 摇摆着耀眼的身躯, 争鸣无比, 直接对准鬼道人落下。 那犹如久悠俱莽一般的阴煞之气, 和那雷电轰然相撞。 动! 一瞬间, 天地似乎都是为止失色, 我的耳朵仿佛听不见任何的声音一般。 正是这短暂的停留之中,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传来。 轰隆! 声势之浩大, 使得我心脏震撼无比。 而且一声声玻璃破碎的声音传来, 刘书家的那些玻璃窗户, 竟然是在此刻, 全部都被这股力量震得破碎。 圆圆而捂着胸口, 嘴角再度浮现了一抹烟红, 整个人面色苍白的可怕。 而之前鬼道人站着的地方, 却是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灰尘, 此刻根本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慢慢地, 这恐怖的声势逐渐消退, 而院子里面的灰尘, 也是开始缓缓消散。 鬼道人之前所站的那个地方, 也开始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随后, 我的眼睛猛然睁大, 身边的圆胖子, 也是惊骇出声。 怎么可能? 因为在那个地方, 鬼道人毅然站立, 身上的黑色道袍随风飘动, 显得有些凌乱, 除此之外, 竟然没有半点的损伤。 我心中难以置信, 这家伙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第110章, 是谁? 对面的鬼道人面若寒霜, 那霜被隔着黑沙的毛子里面, 仿佛是散发着一道灵力的寒光, 死死地盯着我们三人。 灵力的气势直接朝着我们逼近。 我踏前一步。 身上的煞气瞬间蔓延而开, 将这股气势抵挡了下来。 毕竟现在的圆胖子和圆鱼尔, 或许无法承受这股恐怖的压力。 同时, 圆鱼尔那充满了震撼的声音, 也是传出。 你怎么可能毫发无伤? 对面的鬼道人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个极其自傲的弧度, 眼神之中满是不屑。 刚刚那引雷浮的威力的确不错。 可惜了, 这还不足以让本道受伤, 本来还打算多陪你们玩玩的。 但是你们已经激怒了本道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鬼道人身形一晃, 直接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闷哼一声, 瞬间便是一拳朝着面前的鬼道人猛然挥去。 然而, 此刻的鬼道人似乎实力大增。 我三米高的身躯蹬蹬地后退, 手臂之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知道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 没有半点的犹豫。 我心中一狠, 直接出现在了我本体的帮忙, 一直点在了自己的胸膛之上, 一口鲜血瞬间自我本体口中喷出, 建设到了我的魂体之上。 顿时, 我手中也是连忙结印。 以我精血济三魂, 白鬼凝亡, 震慑乾坤, 赤。 随着我口中的令觉落下, 我的魂体之上, 陡然之间泛起了一抹红韵, 整个魂体都是散发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气势也是陡然之间开始暴涨而开。 就在此刻, 对面的鬼道人身躯终于是微微一颤, 显然是没有想到, 我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周。 怎么可能? 赤煞? 你怎能凝聚赤煞? 他的语气之中, 布满了震惊, 但是我却不能给他半点喘息的机会, 整个人直接朝着鬼道人暴击而去。 仿佛透着一股血红的手掌, 直接朝着鬼道人拍去, 恐怖的煞气在空中激荡。 不过这次显然有些不同, 因为那煞气之中, 却是蕴含着一抹妖艳的血色。 手掌近身到了鬼道人的面前, 他才是猛然之间反应了过来, 随后袖袍一挥, 恐怖的阴煞之气, 融通粘稠的墨水一般, 直接朝着我抵挡了过来。 两股恐怖的力量, 陡然之间在空中相撞, 发出了一阵惊天般的响动。 碰! 同时, 我和鬼道人的身形同时倒飞而出, 在我们刚刚相撞击的中间, 赫然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坑洞浮现, 杀石建设, 毫不恐怖。 我心中咯噔一声, 这家伙的实力好生恐怖, 纵然我精血加深, 却根本没办法在他手上 占据半点的上风。 同时, 对面的鬼道人冷哼了一声。 哼, 原来只吓唬本道, 虽然使用了秘法, 但完全没有赤煞该有的实力, 顶多算个半步赤煞。 鬼道人的冷哼声传来, 声音之中, 却是再度多出了几分不屑。 而此刻, 我连忙对着身后的圆胖子和圆羽儿, 低声提醒, 让他们不要管我, 赶紧疗伤, 毕竟现在的他们, 就算上来, 也完全没办法给我帮忙, 所以还是, 尽快疗伤得好。 我能撑一会儿, 他们就能恢复一些实力。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脚掌一跺地面, 脚下的地板, 瞬间开始军裂。 而我整个身体, 也是带起了一股血腥之风, 朝着鬼道人暴击而去。 之前的状态, 我没办法使用倒计, 不过现在的状态, 倒是能够使用一种。 本来我以为这种倒计, 没办法用上的, 但是却没料想, 现在用上了。 因为, 这是我以前在小白的记忆里面得到的。 我手中的硬结不断地变换, 身上的血煞之气, 开始不断地凝聚, 一股无比浑厚的气息, 开始在我的周身环绕。 而在我的头顶, 却是有着一道通体血红色的大印, 开始缓缓凝聚了出来, 携带着一股毁灭般的气息。 血煞印。 我口中猛然沉喝, 手中结好的硬结, 直接朝着面前的鬼道人压了下去。 而鬼道人此刻面前的那些阴煞之气, 也是, 没有丝毫地停留。 一道道地横荡在了他自己的面前, 而眉目一皱, 手中的动作, 却是没有半点的变化。 那血红的硬结, 直接砸在了鬼道人面前的那些阴煞之气上面, 两股气息似乎在不断地僵持, 鬼道人的衣服, 都是, 被这股强劲的静风吹动了起来。 面前的两股气息越发地狂躁了起来, 我意识到了什么, 身形陡然之间抽退而开, 轰的一声巨响。 就在我身形退开的瞬间, 那两股气息也是瞬间爆炸了开, 静风席卷。 而就在我退开的瞬间, 我看到身旁有着一道身影猛然窜出。 我定睛一看, 却是圆胖子那肥瘦的身影, 此刻的圆胖子手中的阴阳八卦镜之声, 沾满了鲜血。 一股隐隐不发发气息弥漫了出来, 随后, 圆胖子整个人出现在了鬼道人的面前。 手中的八卦镜, 瞬间朝着鬼道人拍去, 同时传来了圆胖子的大喝声。 阴阳八卦下, 妖魔镜现身。 一道金光陡然之间, 从圆胖子手中的八卦镜之上爆发了出来, 朝着鬼道人击去。 鬼道人一个不注意, 瞬间被打中, 同时一口鲜血喷出。 但是鬼道人抬起头的瞬间, 一股无形的气场, 直接朝着圆胖子爆射了过来。 我心中一紧, 大喊着, 圆胖子小心。 但是此刻根本就已经来不及了, 圆胖子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直接倒飞了出来。 找死! 同时, 鬼道人一声冷喝, 身形直接冲着圆胖子掠来, 不等我动身, 身边一道倩影掠出, 手中的金钱箭之上, 发出一阵血红色的光芒。 金钱卸剑, 斩灭妖邪。 远远清冷的喝声传来, 一道血红色的箭气, 直接朝着鬼道人劈了过去。 而鬼道人的身形也是一顿, 不得不停了下来。 面前的阴煞之气翻滚, 直接将那恐怖的箭气挡下。 而我这会儿也再次掠出, 身上的血煞之气尽数蜂拥了出来, 准备做最后的一击。 恐怖的血煞, 似乎抽空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声, 手掌之间凝聚出了一颗血色的光球。 混蛋, 给我去死! 我喉咙的深处, 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 随后, 手掌的光球也是直接朝着鬼道人暴击而下。 鬼道人抬起头来,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他的容貌, 眼看着我手中的血色光球即将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但是他的身形竟然是就这么诡异地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同时我感觉自己的腰部传来一阵脚痛, 身形无力地横飞了出去, 钻心的疼痛直接袭遍了我的全身。 我整个人感觉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而且, 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正在被抽去, 却是体内的白鬼直接被这一击给震撼地出了我的身体。 他们快速地回到了排位之中, 而我的魂魄却是已经显得极其地透明。 这一战, 我的消耗不可谓不大。 然而, 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反抗之力了。 我看着鬼道人的身体站在中间, 盯着我们三个人, 似乎是在看蝼蚁一样。 他一步步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我心中生起了一抹无助, 又一次面对死亡的气息。 鬼道人最在乎的似乎是我, 所以直接朝着我走了过来, 一旁的圆圆冲了过来, 却是被鬼道人一掌拍飞。 我双眼死死地瞪着面前的鬼道人, 张口想要说点什么。 就咋此刻, 这片空间突然响起了一声悠悠的长叹。 终于找到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愣, 最为惊讶地, 莫过于面前的鬼道人。 他身躯一颤, 沉声询问。 是谁? 谢谢大家。 nel Gabri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